的确如此 叶晓彤 讲到这里 不但展昭好奇 就连我白玉堂 也感到好奇 就算我和展昭功力再高 在悬崖上纵身一跃 也必死无疑 而今看来 你却丝毫无损 不知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你们可曾到崖底查过 当然查过 可曾查到任何脚印 任何血迹 就是因为查不到 关于你的蛛丝马迹 我和展昭才会感到好奇 你们心里可曾服气 事实如此 不服也得服 真是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没想到什么 我叶某清清楚楚地知道 你和展昭对于我的武功 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那是当然 但是 我却能够从崖上一跃而下 令你和展昭都自叹不如 如此佩服 啊 论起这纵身一跃 我和展昭 确实不如你 其实这纵身一跃 看上去难如登天 说穿了 简直一文不值 是吗 白玉堂 我问你一个想都不用想 就能直接回答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动物 能够从悬崖上跳下来 而自由自在地令人呈现 飞鸟 那就对了 就是飞鸟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叶小彤 今日 如果不是你把谜底揭开 就算我和展昭敲碎脑袋 也绝对想不出 是这么一回事 看来 当日你我激战之时 你不是盲目逃走 而是故意引我到悬崖边上 对吗 白玉堂 你不笨吗 我白玉堂不笨 但并不表示我白玉堂聪明 否则 我白玉堂今天 尤其会落在 你的手上 白玉堂 打从我进入江湖的第一天起 我就时刻地告诉我自己 我叶某 千万不打没把握的仗 我只是在想 打得过人就打 打不过人 就逃 绝对不成匹夫之勇 因为逃了命 还能卷土重来 如果没命了 那可就全玩完了 对你如此 对展昭也是如此 但是我没想到 与你动手时 我犯了大忌 没想到你的刀法 是如此的诡异 要不是展昭凑巧到来 我险些成了你的刀下亡魂 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展昭啊 展昭 真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没想到我白玉堂 接连两次 在叶小彤手上栽了跟头 都是跟你有关 叶小彤 今天我落到你的手里 也就罢了 但白某很想知道 那堂家妇女 究竟跟你结下了 什么梁子 那天 我顶着你的相貌 跑到杨柳湖畔 遇到了唐小慧 原以为艳福不浅 有美人送报 可谁知道 这个小娘们不安好心 扮猪吃老虎 准备偷袭我 幸亏我穿着软甲 否则险些着了她的道了 紧接着 唐天行那个老家伙 也悄悄地来了 这个老家伙躲在暗处 一个招呼也不打 就用连环剑射我 这个连环剑 可真是又猛又准哪 我叶某 连宝刀都没有拿 就跳进了河里逃命 这个脸 丢大发了 这种奇耻大辱 就是他们死窃的招惹 现在我就等他们父女俩回来 把你们几个人 一起临池处死 你笑什么 叶小童啊 叶小童 你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看来 这次你要白费心机了 因为我已经把唐氏妇女 接到陷空岛上去住了 你在这里再等 也是空等 他们永远不会回到这里来了 白玉堂 你说谎的样子 真是像个三岁的小孩啊 我白某 实话实说 错 展昭都说过 你白玉堂这一生从不说谎 怎么 连展昭对你的了解都不够透彻吗 我相信你刚才说的 是善意的谎言 不过 这里可是他们的家 俗话说夜落归根 说不定 他们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 那你就慢慢的等等看吧 白大哥 你现在在哪里 日子过得好不好 我好想你 你知道吗 无论你在哪里 你一定要小心那个 一心想要害你的人 这个人为人狡猾 做事狠毒 白大哥 你那么善良 我总是担心 你吃了那人的亏 上了那人的道 我 爹 你还没睡啊 爹睡不着啊 我也是 又在思念白玉堂了 小辉啊 白玉堂的刀 在江湖上代表的是正义 但是 她的心灵深处 有着对某个女人的深深爱意 可她却从来不肯表达出来 小辉啊 爹了解你的心意 但是爹更了解白玉堂的为人 坦白地说 如果她肯点头 为了你 爹宁可低点头去求她 不要 爹 求求你不要这么做 小辉 小辉承受不起啊 那好 事后也不早了 你也早点歇着吧 明儿一早还要赶路呢 爹 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 好 小辉 这个冒充五弟的人一旦出现 我们会将他一网就擒 让他后悔来此一遭 该当如此 展护尉 我们兄弟谨守县空岛 五弟的事情 就要拜托你了 多谢 韩二爷 白玉堂的事就是展某的事 这是应该的 展护尉 我徐庆 想来不太会说话 不过只要你愿意来 我们现空岛的大门 随时为你敞开 只要你愿意来 我们随时欢迎 徐三爷 你的话 展某铭记在心 展护尉 此次之情见到了五弟 解决了难题 告诉他 无论如何要回到现空岛来 就说哥哥们都很挂念他 江四爷 你的话 展某绝对如数转告白玉堂 四位 暂且留步 展某告辞 掌柜 保重 掌柜 保重 保重 四位 保重 保重 请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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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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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